好,各位聽眾,3月11日,又到這個有Q仔無窮人的時間 今集是第27季第一集,因為疫情關係,第五波,現在死了幾千人 感染有60多萬,D100也受到影響,我相信聽眾也受到影響 所以很多人想續期或報名,都可能因為不方便親自上海中環或其他地方 但如果大家真的想續期或在YouTube上聽到節目有興趣成為D100的聽眾的話 都可以用以下這個方法來做的,先說一下吧 第一個就是最簡單的,銀行ATM過數,雖然我知道現在很多銀行 甚至停了ATM都可以用的,D100的母公司就是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各個號碼是恒征銀行的787-087-998-883 入數後,在入數後寫下你的聲明,聯絡電話、電郵地址 訂的節目名稱,然後WhatsApp去9167-1611 或者是電郵去info.info.d18.net 第二個方法亦是透過銀行的轉數快 收入數的公司名稱也是Global Chinese Network Limited 手機號碼是5479-3995 一樣是入數後,在入數後寫下的姓名 聯絡電話、電郵地址、節目名稱 然後WhatsApp去9167-1611 或者是電郵去info.d18.net 第三個方法就是親自上到上環的D100專門店 在哪裏呢?就是在港鐵上環站大堂內5號鋪 醫出口大堂就是了 營運時間就是星期一至星期五 九點半至晚上七點 星期六日公佈假期 就早上十點至晚上七點 現在因為疫情這麼嚴重 我也不知道具體情況來說 是不會有所變更的 大家最好上上環的Facebook上的專頁看客 而公佈是為準的 不過最簡單最方便的 當中在網上報名就可以了 D18的網站就是www.d18.net 透過PayPal或者Credit卡付錢 就完全沒有問題了 報名之後如果有任何查詢問題 都可以打電話22971825 如果大家想加入D18有交易無窮人的WhatsApp群組 在群組裡我們每天都會 大家可以分享股票的資訊 雖然現在事業是這麼弱 都沒有什麼股票好炒 但是賽馬那天 就會有即場分析和Tips 亦都是打電話22971825 至於大家想看一些詳細的財經 資訊和分析 就可以參加我在這個面書和VV上面的 例如一份Q在自己有的私人群組 好 把你報名的資料 E-mail去 cfqlai 在有.com.ha 就可以了 可言歸正傳 今天市場又再大跌 因為美股昨天爆升後 今天又回吐 主要是美國通脹最新的數字 就是創7.9% 加上油價又再升 而俄乎的戰事裡 暫時看不到有任何和平的曙光 港股昨天也是追隨上一日美股的彈性 就叫做有些反彈 但是今個星期來講 港股就已經大幅裂口下跌 本來就以為所謂肺底 就是肺炎底 什麼肺炎底呢 就是在2020年爆發肺炎的時候 港股曾經最低見的就是什麼 21,139點 之後一路就反彈到上面 但是在這個 今個星期一 烈口下跌就已經跌低過這個位 前日最低位的時候裏面 就做過20102 今天大市就低開了 就406點 20460 向下層底 暫時來說 最高跌600多點 都未跌穿這個 就是20102 不過說真的 這些位置現在已經是沒有意思了 因為真正的第一噸 絕對未必在這裡 何況呢 這個戰爭和疫情 這麼多變數 都不要講香港自己的內部 本身疫情的問題 只是講這個戰爭和這個通勁問題 都可以令到這個2萬點的關口 可能都最終突破了 真正的大位其實會在哪裡 雖然現在三大指數 恆生指數 科技指數和各指 其實RSI已經極度超賣 跌到到20左右的水平 但是真的可以超賣再超賣 原因就是說如果戰爭再升級 都可以再崩潰 因為為什麼呢 雖然港股都是以這個大陸股為主 但是大陸本來今個星期 很多人的寄望兩會開 就應該有好的消息 但實際上都是沒有什麼支撐力 因為如果是這個油價飆升 因為禁運的關係 在今個星期內油價最高 就飆升到130多 雖然在這個星期三 美股大升 即是那天油價急急回套 即是很多 一方面又獲利 另一方面最主要 就是大家看到 就是今個星期 初的時候 拜登宣佈 美國禁運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 美國佔的進口其實是8% 英國也是8% 歐洲還多 有三、四成 但是美國都知道 如果你禁俄羅斯的石油僱員 對它制裁 但另一方面 都會刺激美國國內的通脹 現在聯署局已經打鑼打鼓 就說要加息 即是未開會 早前來講 就只是宣佈說3月多數加些四分之一 其實照老 如果看新的數字來講 你7.9% 上個月就7.5% 至少半來就不適合 至少半來就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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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麽上個星期 所以衝著很明顯就扒不上去 拜登就想著 虎仔抽身 一方面以前拜登都是因為 所謂制裁獨裁 制裁委內瑞拉 都是產奴國 以及伊朗 現在竟然跟這兩個國家說 要和解就可以解禁 希望他們可以供些人去美國 另外就在中東 本來過去就是這樣 沒有沙特阿拉伯和阿油聯 要求他們增加產量 讓油價不要升得那麼高 因為現在美國的油價都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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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爬 因爬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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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指是絕對如果有壞消息出現 二萬點的關口固然是很容易破 但是再要跌下去跌到一萬八點絕對不奇 當年來講由這一萬八千多升分上去 即是三萬一就用了一年的時間 在2021年2月28日升分上去三萬一千一百多 即是如果你用每元批底二萬一千一 即是那個水位來計算 升分一萬點都要成年的時間 如果今年真是不幸 即是試這個萬八點 絕對分分鐘還要是那些急替 真是和平中國 然後疫情又減退 可能一年之後港股才打上去都還未遲 固然來說真正的底是絕對不是散戶買的 一定是一些大的分資之類去做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搏反彈 例如昨天那樣彈上去 有得獲利就要獲利 所以不是貼紙的 其實港股暫時來說 這個港股是沒得玩的 但是如果你炒這個反彈 可能美股還有 今集的美股推介裏就講了一個方法 雖然美股現在這樣跌 三大指數都全部穿了250天的平均線 這個納幾甚至一度低了兩成 技術上都變成熊市 今次這個浪在星期三彈之前 就算S&P跌了10% 反而有一類的美股 還可以在創新高之後 回落5%就能買 今集的美股推介就是 介紹這方面的玩法 就好過玩這個港股